你知道王者越南服的选手有多牛吗 注意看这个东黄和鲁班啊 这两货可不是一般人啊 一进入游戏他俩恶化不错 就直接飞身走了 有像猴哥三人当场懵屁 四季后猴子准备来清一波中线 刚开一技能过去准备操作一波 然后就接了扁切的大奶瓶 接着身体就开始不听死换了 技能也按不出来 更可怕的是 舍不知从哪冒出来一堆猴子 还没来得去反应怎么回事呢 啪啪两下猴哥就没了 然后猴子复活后 就气冲冲过去找扁切讨个说法 这次为了让他看清楚 扁切也是很客气的多扔了几个瓶子 原来扁切这个钥匙不是普通的钥匙 这个是王为师里的钥匙啊 一旦被命中 他就会把你复制出来变成对面的队友 可怜刚飞身的东黄从天上掉下来 刚准备露一手就被猴子给皱眉了 第三波货后猴哥却聪明了 看着小乔正被一对猴子拉着做核酸 民事里的猴哥也紧紧过去敲一棍 然后赶紧回塔下 目前来看对面的假猴子 只有防御塔能够收拾了 接着猴子想过去吃拨兵线的时候 突然两个关羽骑着马就冲了过来 猴子吓了一跳扭头就跑 这说是越南服务 要是国服有这样的操作 直接把人吓死 扁切打不过 关羽收拾不了 那下头的马可总可以欺负一下吧 猴哥也是找到一波绝佳的机会 上去就给马可两棍 把所有的气都狠狠杀在马可身上 就在这最后最关键最紧张的单杀十个 突然风雨涌变 马可居然会裂变 一个变十个猴子到最后都想不通 一个射手居然也玩这种高科技的东西 虽然是被打成这样子 但猴哥仍然没有失去战斗的信念 这一次他更聪明了 直接绕过扁切避开马可 躲掉牛魔 飞奔过去找最脆弱的韩信 就在千军一发准备得手时 他压得这个韩信居然是个电信 加上这是在水里面战斗 让韩信一连串的打出赶电效果 猴哥小时满意的招不住了 起身就要跑 但地面人多是种 最终也只能 坚然的坚然的坚然的死掉了 这么欺负老神 换谁谁都受不了 终于猴哥爆发了 含泪拔下三根汗毛 一下子竟然变成一堆猴子猴身出来 小猴子们怒发冲冠 一出来就把整局最正常的达摩给收拾掉 随后他们又听从猴哥的召唤 迅速结成一体 为了不说猴哥这个军事化的管理方式 看起来就比对面强不止一个档次 平线都不要直接飞身跳鬼 狠狠地砸在塔的身上 他们路标只有塔 事实对面达摩和牛摩虽然支援过来 但也是双拳难敌四手 一下子就被小猴子清理干净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就发生就完了 关于和扁鹊竟然压上了水晶 猴哥决定回家坚守 但在这最后几年关头 小猴子却不动了 事实的队友心急如焚 吹着猴哥赶紧发指令让他们推塔 原来啊 猴哥是在等韩西服务 抱那河道被电子仇 最终在他的英明带领下 也算是勉强使用魔法 这局真是险胜啊